国安局生喉咙现身 最新丑闻噎到欧巴马 美国向来很爱骂共产党藐视人权 批评中国监控自家人民 又把持反对声浪的人关进大牢 但现在可好了 今年美国政府不断被踢爆 原来山姆大叔也很爱偷偷监视人民 美国国安局的生喉咙史诺登爆料 临近专案让他拥有无限权力 可以透过电子通讯管道监控美国人民 史诺登不满美国政府滥用权力 一气之下就落跑到香港 把消息爆料给英国卫报 史诺登泄露的资料显示 有许多科技大厂跟欧巴马政府投谋 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美国政府已放话要抓回史诺登 而就连纽约时报也认为 欧巴马现在根本是毫无信用可言 你认为欧巴马连任后的政绩烂透了吗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Follow us on Tumblr Follow us on Tumblr